剧集片场灵异事件 夜行荡肥皂剧《Ladonia》是一部完全在墨西哥拍摄的电视连续剧 该系列剧集于2016年首播 剧情围绕着一位美丽优雅的成功女性展开 讲述了她从天真浪漫的年轻女孩 到蜕变成坚韧无情的成熟女人的过程 由于剧情十分引人入胜 该剧集在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斩获了数以关机的观众 当然 接下来要提及的并不是这部肥皂剧的优秀成绩 而是有关她所发生的鬼蛋怪事 剧出的资讯来自于一位忠实粉丝 她没有错过该剧的任何一集 可是某天 当她一如既往地打开屏幕的时候 这位对于剧情如属家贞的粉丝 竟从片场的背景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镜头 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女演员的身后的场景中 隐约树立着一个阴森恐怖的身影 看着剧像是一个女人 她那张惨白的脸上毫无表情 长长的头发遮挡住了脸部的其他细节 仅然它并不是这档肥皂剧所设置的剧情 在影视剧集中所发生的连异事件似乎并不罕见 接下来呈现的画面则要更加直白 接到边的树梢上正悬挂着一个 人的尸体 许多观众在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一幕时 都感受到了强烈不适 官方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解释 人们仍然不知道 这个身影是一个偶然被记录下来的可怕意外 还是拍摄现场故意为之的惊悚彩蛋 一个男人战战兢兢的走在杳无人烟的森林中 他紧张的环顾着周边 好像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男人的直觉并没有出错 下一秒 在一棵树后 果然跳出了一个鬼状书型的陌生身影 一个不明生物 骤然间从树后 穿到了男人的面前 他将古兽如柴的手臂伸向男人 同时嘴中还发出了意义不明的遗言 不过 男人早已被眼前凭空而降的景象下的屁滚尿流 这段来路不明的录像似乎记录下来了一个 国家的村民捕捉到了疑似水鬼这个生物的画面 在人群中央的草地上扑伏着的是一个虎兽如柴 四只细小的不明怪物 与一旁的成年人类相比 他的身躯要小上许多 并且浑身的皮肤都布满了黑色的绘物 他正和周围的人类针锋相对 露出了满面凶象 只不过 不知道迎接他的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个和水鬼 合同类似的可疑生物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以色列海岸边的人鱼 网上关于人鱼这种传说生物的影像 层出不穷 不过要提起最为著名的人鱼资讯的话 那么来自以色列的案例一定榜上有名 令人诧异的是 当地政府为了调查人鱼 竟给出了高达100万美金的悬赏金额 事情围绕着以色列一处小镇发生 居住在这个海边小镇中的人们 口口相传着关于人鱼的传说 在小镇海岸边 最早目击这种传奇生物的人 是一位叫做科恩的年轻男子 他声称自己和朋友去往沙滩玩耍时 突然看到了一个女人 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躺在海滩上 其初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 正在晒日光玉的人罢了 但当他们慢慢走近时 那个女人竟跳入水中消失了 在场的几人全部惊恶失色 因为他们看到了女人竟长着一条鱼类的尾巴 自此小镇关于人鱼的讨论彻底沸腾了起来 当地人和游客们纷纷涌向了海岸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可以亲眼目睹这个 存在于童话故事或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有消息称 该小镇的政府和旅游局甚至以人鱼为噱头 他们悬赏100万美元 奖励给每一个拍摄到该生物的人 这是政府从苏格兰尼斯湖水怪案例中得到的启发 他们相信如果真的有人鱼存在的话 那么他带给小镇的收益 一定远比100万美元要多得多 而以下将要呈现的录像 据称就是将那100万悬赏拿走的人所拍下的 这些是酷 你给了一个圆子在那里 那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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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圆子看得到的圆子 你拍摄这些? 是的 是的 你怎么会... 哪里是这个团子在这儿? 你能不能再放开 我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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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圆子看得到的圆子 宣崖下方的礁石上正趴着一个鬼状异形的身影 该生物原本面向海面悠哉地休息着 不过他随后听到了宣崖上的人类发出的惊呼声 寿崖的生物当即就从礁石跳入了海中 它爬行的速度非常快 游刃有余地消失在了汹涌的海浪中 难道以色列的海边小镇真的存在传说中的人鱼吗 跟回家的梦言 相信许多人都有着这样一个疑问 那些热衷于超自然探灵调查的人群 常年出没于那些危险阴暗的场地后 会不会为自身招致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呢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又是如何规避的呢 显然对于有些探灵者来讲 他们在面对未知时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接下来将要分享的这位频道主便经历了类似的情况 YouTube上的女调查员Kriselle Luna 从事超自然领域的相关研究已经许多年了 这不仅是她的爱好 同时也成为了她的事业 然而在最近 这位勇敢的独立女性 却遭遇到了一些棘手的困扰 事情要从她位于多米尼家的家中讲起 一些离奇的超自然现象 在那里悄然滋生 变道主认为 这是跟随自己回家的灵体所导致的 经验丰富的她 为了捕捉到真实的证据 在房屋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 也像是前不久她在深夜睡觉时 位于卧室内的相机所拍下的画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感谢霆 抱枕和壁画陆续显示出了晃动的迹象 察觉到异常的皮囊主从潜睡的状态中惊醒 他意识模糊地看着卧室的墙壁 却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于是他只好继续躺了回去 强盛的壁画始终在晃动着 好像在有意捉弄皮囊主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 视相机所捕捉下来的录像音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 皮囊主提到了每天吵醒自己的声音似乎来自于浴室 第二天他听到声音后立即开启了露营 对 אנחנו。 对我们的神字存当 我听到了 我听到你 我聽到有事 对我听到你 我在 Москв花 kal seizure 我看你是不是很丟致 我看你是不是在外面 我看你是不是很丟致 我看你是不是很丟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天晚上,拼囊主独自在家 黑暗空荡的浴室内却响起了异常的躁动 警觉的他打开录影后走进去拍摄查看 但他起初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直到他退出浴室的那一刻,局面才发生了转变 只见一团虚幻的白色雾气迅速地出现在了浴室的镜边 不过仅仅片刻后,他就凭空消散在了黑暗之中 站立的拼囊主打开了电灯 却再也没有看到那团白雾的踪影了 时至今日,这位拼囊主仍然在记录着自己身边发生的怪事 或许总有一天,他会重新迎回属于自己的安宁 探灵拼囊主Science and Signals的两人 在几个月前收到了来自热心观众的邮件 这位对超自然事件非常着迷的男性观众 在邮件内提及了小镇上的人们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 这个骇人听闻的传说与一个女人有关 她的身世凄惨,被所有亲人遗弃 因此女人开始变得忧怨无比 逐渐萌生了对其他人的恨意 在沉闻中,女人会将别人的孩子带回到自己的家中 并将他们囚禁起来 据传,这个邪恶的女人练习了黑魔法 镇子里面的每个人都为她贴上了女巫的标签 而失踪的孩子们就是她练习黑魔法的容器道具 甚至有人认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他们的灵魂仍然被囚困在女巫的房屋内 神秘的古老传说是两位平囊主心动不已 他们很快就踏上了寻找这所女巫之屋的路程 不负两人的期望,在黑夜降临时 平囊主终于成功抵达了邪恶的房屋 她早已经被遗弃在了原地 荒凉满目的环境隐隐地昭示了她的过往 走进房屋时可以看到地面上布满了肮脏的垃圾 平囊主两人强忍着心中的不适四处拍摄着 两人正在一楼讨论徘徘徊 这时不断晃动的镜头捕捉到了一个窗户上出现的可疑景象 那看着去像是一个黑色人影的轮廓 只不过平囊主并没有靠近查看 我们无法得知确切的状况 最后两人开始了通灵对话 are you kids trapped here are you kids trapped here are you not human are you not from here that was a weird one that was very weird i've never heard that before what was that what was that hey hey Dale something's up there is that that bird that sounded like a like a scrape can the bird do that i don't think a bird can make a scraping sound unless it hit something and it slid i don't know 楼上出现了可疑的声音 与此同时 空中骤然飘过了一个疑似orb的光球 他们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吗 it was claimed that you danced with the devil is that true i know for sure that wasn't the bird Dale hello hello 楼上传来了更大的声音 就在两位频道主 战战兢兢的犹豫着 要不要上去查看一下的时候 另一个错不及防的状况 发生了 i don't even care anymore dude i don't even care anymore dude i'm just so freaking tired i really don't even care at this point i ain't running if anything happens t there i know oh my god oh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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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l c'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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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de that was something huge that fell up there what the hell was that dude 这一次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像 在空旷的废墟内回荡着 彼时 频道主们不得不派出胆大的一位 走上去查看一番了 不过他在楼上转了一圈 都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身影 只看到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婴儿摇篮 这位频道主认为 或许是妖兰倒下才发出那样的声音 但妖兰又是怎么平白无故地倒下的呢 但是困惑 他又回到了同伴的身边 看一看 what the hell is that supposed to be why does it have feathers all over it is that sage that ain't sage is it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if anybody knows what this is tale us in the comments tale us in the comments dude I'm so tired dude I'm so tired I'm trying to beat one 房屋内没有再出现任何活动了 两人开始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厌倦 不过他们还在僵持着 因为两人都希望能够见证什么精彩的超自然现象 终于出现了打破僵局的状况 只见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随后是一声更为尖锐刺耳的叫喊 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当即就将两位拼导主吓得仓皇而逃 惊魂未定的他们不得不打到回府 两人都不知道房屋内出现的是人是鬼 或许传说中的女巫真的存在 飞向云层的龙 2016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居民 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来了 神秘生物直奔云层飞去的完整画面 神秘生物直奔云层飞去的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拍摄者和该神秘生物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生物呈现在镜头画面中的身影却并不小 遥遥望去甚至可以看清楚 它展开的巨大双翼和身体躯干 它振动着有力的翅膀 向乌云密布的高空翱翔而去 视频一经发出 很快就吸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评论区中出现了许多同样的目击者 他们自称在宾夕法尼亚州 也看到过类似生物的出现 许多人提到 该生物看着去与西方文化中的龙十分相似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 这不过是一只很大的鸟罢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巨型蝙蝠人 吸血鬼如果真的存在 它们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许多影视作品中 都出现过这种传说生物的身影 不可否认的是 制作者们将其塑造的有些过于完美了 荧幕上吸血鬼们有着超乎凡人的容貌 仿佛是出城脱俗的人间有物 不过现实往往恰恰相反 最近 一段巨传是吸血鬼的视频 吸引了超自然爱好者们的关注 它呈现在镜头前的身影 看着去与美丽的词语 似乎毫不相干 一只巨大的蝙蝠状生物倒挂在了窗边 它具有着些许人类的特征 同时还在不断晃动着可怖的身体 关于巨型蝙蝠人的信息并不全面 这会是你想象中的吸血鬼吗